近日,在网上看到一段视讯,讲的是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之后,体验我们的无现金支付。 现在在中国基本上90%以上,都在使用支付宝和微信。 所以导致用现金的很少少。 但是外国人很惊叹我们中国居然都有了移动支付。 觉得很方便很神奇吧? 而感叹来到中国之后,开销完全超出预期。 移动支付真的太方便。 而在他们眼里,中国都已经过上了3018年。 而现在在中国只有少数的老年人,才会用到现金。 而就是因为这样才更加的导致自己的消费没有理智型。 自己看到的只是一串数字。 而少了金钱那种实物感。 从而花钱大手大脚。 而也有些网友表示,前几天设有支付宝没钱我给他转账。 他给我一张一百现金后,我拿住这一百块钱出去买东西。 居然真的感觉别扭了。 把钱破开零钱一把。 装兜里碍事。 买什么还不一定能凑个正好。 现金在我手里只有一个目标。 赶紧划出去不想留。